各位弟兄姐妹 晚安 星期二的晚上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合意来祷告 师母 疫情到现在 的确确高高低低 而且持续挺高的 已经一段蛮长的时间了 是 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家人 或者是自己有确诊 所以就是常常要应变 一下子要测 看是阴还是阳 然后随着这个全家人的生活 做其隔离通通都受了影响 是 是 我也收到一些会友的资料 说其中一位家人得了之后 前后左右其他家人也 先后也得到确诊 那我们实在是为 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祷告 特别是身体本来就欠安的 或者是年龄比较长辈的 我们要特别纪念他们 在这个疫情之中的需要 不只是生理上身体上 我想心灵上也是需要 对不对 是 我想我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 因为将近三年前 我动了一个大手术 之后还要长期吃药两年 所以呢 那个生活上要紧急应变 很多事情要马上的 就是做一个决定 那然后恢复其休养的期间 也是生活上好多的变动 对 那原先的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计划 我那时候还在读书啊 是 那所以呢 真的是可以理解大家 那个忐忑不安的心情 那种面对未知的茫然 但是很感谢神啊 那段养病的时间 不确定的时间 常常要回诊的那段日子 真的就是 也是因为教会的事工忙碌 然后呢 自己也还在忙着写论文 所以呢 就靠着主的力量 有时候脚步慢了 有时候快 但是呢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紧紧的靠着主 把该做的事情 都努力的去完成 那也就没什么时间 去想到不愉快 想到悲伤 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耗费在那些负面的情绪上 是 这个让我想到 诗篇43篇 42 43篇 应该是上下集了 那边讲到 那边讲到这位诗人 这位作者 心中忧闷 他就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这种忧闷啊 真的会让人家 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最后 那最后他是怎么走出忧闷呢 在43篇的其中一节圣经啊 就给我们看见原来有一个秘诀 43篇第四节 他说啊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走到神的祭坛的意思就是 侍奉的意思了 我呢 就到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一个人忧闷到极点 实实在在 用自己的方法 想自己的计划 有时候也走不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走到神的祭坛 来到祂的面前 不只是祷告哦 祭坛更是献祭 也是侍奉 所以人若有这样的心 我相信神一定给我们恩典 使我们的经历 祂是我们最喜乐的神 在侍奉中 一起经历喜乐的神 于是 就这样走出了 祂的忧闷 我们就用这样的心情 在疫情这么长的时间 可能真的 我们直接或间接 都经历了一些忧闷的事情 恳求主帮助我们 走到神的祭坛 一起来为祂 赐给我们的这个人生 我们感恩 也来祷告 也是侍奉 是啊 最后呢 我相信神会让我们 靠着祂的力量 能够得胜 有余 好像我自己 真的很感恩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 修养和治疗 耐心的等候 现在身体 现在身体竟然比还没有开到以前 还要更健康 真的很感谢神 感谢主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 仰望的心 等待的心 一起走到神的祭坛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祭坛前面 来向你呼求 我们也可以在你的祭坛面前 因为祷告 我们就重新得力 我们就看清楚神的心意 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 靠着主的力量 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事 无论是个人的家里的事 或者工作上的事 或者是教会里面的需要 或者是更大的社会上的需要 主啊 我们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祭坛面前 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能够把我们发酸的腿 还有我们疲乏的双手 再次的举起来 更是把我们疲倦的心 再次靠主的力量 振奋起来 主啊 因为当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我们真的就是经历到服事的喜乐 也忘记了我们个人身体的病痛 或者我们家庭各方面的重担 主啊 求主你这样的来祝福 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特别为许多单众担 身体上有欠安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这几天听到好多需要带导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迫切的 虽然人在不在台湾 但是我们的心跟大家在一起 就是不断的为这些迫切需要身体得医治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看见神的医治 看见神的能力彰显 看见神 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让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身体渐渐的康复 我们感谢主 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 主啊 我们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心 不多想 我们就是一天一天靠主的力量 靠主的恩典 把我们该完成每一天的事 靠主完成 于是我们晚上来到神的面前 再次同心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到 今天的事情我们都做完了 今日是今日必 我们也就重新有平安 可以安享主要赐给我们的安眠 愿主今天晚上 这样的来祝福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神祝福我们 让我们可以今天晚上享受 祂所赐给我们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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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